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的那种车膜 汪队的车膜的话也是可以划出来的 但是会稍稍有一点点紧 这个是上一次分享过的小力了 小力是一个迷你的挖图 不信应该叫做钻洞的机器 今天分享的是它后边有一个机械臂 上面带着我们今天的任务卡 这个任务卡上面显示的是一头牛 那一定是在农夫尤美的这个农场发生的事情 这头牛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转一下 哦 天哪 牛呢 撞破了上边的栅栏 逃跑了 然后我们呼叫了汪汪队的队员来进行修理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的任务平板 这都是同一个系列的玩具啊 这是一整套的 但是需要单独来收集 放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听到这个声音了 说的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内容说 农场需要帮助 里头牛冲破了这个栅栏 它需要我们的灰灰和它今天开的这一辆迷你版的维修车 它呢 后边有一个小的钳子 但是不能动的 汪汪队的很多玩具就是这个问题 只是一个装饰性的东西 一个小车 它呢 过来进行维修 把栅栏修好 这样子牛呢 就可以又回去了 那当然呢 只有一个灰灰是不够的 它还下达了第二个狗狗的任务 它还需要我们的小丽 它需要小丽和它的叼车 因为小丽呢 是我们汪汪队的队员里面 力气最大的车辆 它开的是工程车 那任务系列里面呢 有多了一个叼车的功能 来做起吊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玩具里面呢 狗狗和我们的车是可以分开的 它下面是固定上的 但是这个狗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仔 塑料人仔 头可以转动 四肢就只有前腿少少可以动了 腿就是一个坐着的姿势 就是为了能够坐到我们这个迷你版的小车里面 那同项的同系列的还可以收集到 这个任务版本的这个 这叫什么超级英雄 任务的超级英雄版的灰灰 这个时候它带了一个护摸镜 所有的狗都带了 每个人会有一个弹射狗狗背包的玩具 一按前面的勋章就会弹射出来 那它这个狗狗背包里面给灰灰配备的是一个雷达的扫描仪 我们后面分享的这只小粒呢 它也有一只同样的这种狗狗 这里面配备的是一个迷你的小夹子或者是小的挖掘机 它可以挖 挖东西也可以铲东西也可以捡东西 它们会执行很多很多任务卡上面提供的任务 今天的这个任务卡还不错 是这辆车来执行的任务 那有一些呢 是玩具跟这个任务卡上的任务没有关系的 也是会碰到的哦 那今天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只 灰灰和它的一个任务版的维修卡丁车迷你版的 可以装在咱们的巨大的汪汪队任务悬崖线里面 狗狗们就要出发啦